大家好 欢迎来到那些阅读教我的事 在开始之前记得打开CC字幕哦 上周介绍过被讨厌的勇气 二部曲完结篇后 本周就来介绍教学的技术吧 这本书的作者王永福 我都称福哥 是台湾的顶尖专业讲师 我是之前在Novatis诺华工作时 有心意读福哥的专业简报技巧课程 还拿到象征第一名组别的积木哦 福哥的课程相当精彩充实 毫无冷场 让人有满满的收获 而愿意毫无常思的写成书 公开让所有人了解 这本书绝对值得分享给大家 教学的技术总共分成四个部分 建立观念 课前准备 课中执行 课后修炼 第一个部分是建立观念 到底谁需要教学的技术呢 其实 专业技术人员 公司主管 学校老师 资深员工 顾问讲师 都有教学上的需求 将所学分享给有需要的人 如何高校教学 如何吸引学员注意力 如何在有限时间内 发挥最大的学习成效 这不只是单纯的讲述 就是职业与业余的差别 而作为老师的价值 就是让学生知道 得到 做到 知道这个程度其实不难 看书 网络搜寻 线上课程其实都学得到 因为是从未知到已知 得到指的是从 知道到理解的过程 任何知识 技巧 态度 其实都是需要套上老师自身的经验 适当转化 系统化知识才能真正理解 知识所代表的意义 做到则是老师必须设计出一套教学方法 帮助学生马上展现刚刚学到的 知识 技巧 态度 当下修正 第二部分讲的是课前准备 Edit 系统化教学设计就是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方法 分析 Analysis 学员是谁 课程目标是什么 时间有多久 设计 Design 利用便利贴发想 逐步设计课程内容 发展 Development 包含教学素材和教学方法的应用 执行 Implementation 该怎样才能让老师说得越少 学生学得越好 评估 Evaluation 确实反映学生的感受 借此改进课程 投影片指示辅助 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等等新法 书中有针对每个部分更进一步的拆解与示范 第三个部分 讲的是课中执行与教学法 包括如何开场 如何自我介绍 该选择哪一种教学方法 是讲述法 问答法 小组讨论法 还是演练法 该怎么用课程游戏化 激发参与动机 这当中有相当多的细节 需要注意调整的诀窍 在这边就不一一详述 但是 如何进步 精益求精 就是专业的态度 魔鬼藏在细节里 当每分每秒都用心在教学上 相信学员一定感觉得到 教学 其实就是一个不断磨练与修正的过程 人生不也是一样吗 最后 第四部分讲的是课后修炼 如何评量 检讨 进化 就是这个部分最重要的目标 教学成果到底有没有符合 一开始Eddie分析的教学目标 学员的反应和回馈如何 教学过程中有没有需要改善的流程 行为主义 认知主义 建构主义 三大学习理论 该如何结合实务精进教学 这些 都是课后修炼需要注意的地方 这本书教了我一件很重要的事 教学是一门科学 建立观念讲的是知道 得到做到 课前准备讲的是Eddie 如何在教学前中后 做系统化的教学设计 课中执行的教学应用 课后修炼的省思 这些理论需要透过一次次的实际演练 才能一次次的进步成长 其实换个角度想 教学和读书很像 课前预习 课中笔记 课后复习 只是把念书的吸收知识转变为分享 而且这本书很多时候分享的是理论 讲师最重要的经验 现场给予的回馈 避及展现优化的版本 这是专业讲师的历练 也是无法从书本中学习的经验 讲师讲得越少 学员学得更好 投影片指示辅助 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 这些观念都是很重要的教学方法 里面有许多习惯的建立 我觉得都可以运用在原子习惯这本书上 小字安排座椅的位置 冷气的温度 调整时钟 眼神接触 和时开场 其实都是习惯的养成 与追求卓越的坚持 其实 目前这个频道的分享方法就是讲述法 透过图片 文字 音效 去强调重点 其实各位会发现今天的影片只有提出问题 并没有提供太多的解答和解释 因为我们是分享书本的频道 目的是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对这本书有兴趣 会去翻 想去了解书中的内容与知识 并且加以实践 才是我们的目标 所以并不会讲述太多的细节 而是希望能让 需要的人引起共鸣 这本书我会推荐给教育工作者 或者是25到45岁正在努力充斥的社会中间分子 如果单看书本的篇幅分配 其实课中执行这个部分占最多 其次是课后修炼 这代表的是 其实前面观念和准备建立起来后 重要的是不断透过执行与回馈改进 其实 福哥在哈浩好学校线上课程平台已经有开课 王永福的教学技术 翻转课堂的专业讲师秘诀 就在 2020年8月31号上线 而我已经看过前面两个章节 如果想亲身体会福哥专业的授课能力 请千万不要错过 线上课程补足了书本之外 容易犯错的常见问题等等 当然 这不是业配 我只是想让更多人知道这个课程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这本书在实践上我认为主要是 亲身的教学与改进 无论是学校老师 企业主管 内部讲师还是身为父母 学有专精之后 自然希望能将所学贡献回馈 而教学的技术就是实践上的好帮手 让各位伙伴们都能学会 如何说得越少 却教得更好 好啦 今天的分享到这边 也该告一段落 那些阅读教我的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